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我們請到了一週前帶著兒子輾轉 離開中國 到達美國的 目前正在獄中服刑的 中國著名異議人士郭權先生的太太李晶來到我們的演播室 非常高興 歡迎您到這裡接受我的採訪 能不能就 我們先請李晶來談一談他這一次離開中國 他是怎麼做的這個決定 到達美國以後呢 他有些什麼想法 什麼願望 自從郭權入獄以來 到今年為止已經三年了 這三年裡 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 我就會想著郭權 他在裡面 真的還在裡面 冬天那麼的冷 有一次我去看他 耳朵都腫得很大 夏天那麼的熱在裡面 每當我想到這些 然後想到兒子 十年要見不到爸爸的時候 我就會禱告 問主 你指引我 我該怎麼辦 那您和郭權先生都是基督徒 是的 郭權先生原來是 南京師範大學的副教授 他是因為在互聯網上發表文章 還有就是組建中國新民黨 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十年 目前在江蘇南京的撲口監獄服刑 他是2008年的11月被拘捕 2009年的12月被判刑的 那麼您來到美國是希望能夠做些什麼呢 來到美國 我希望盡我的力量 能夠幫助我的丈夫 能夠去呼籲 能夠讓國際社會能夠關注他的事件 然後向中國政府去訴說丈夫的這個案子 然後能夠釋放我的丈夫 讓我的丈夫儘快地回到我們這個家 回到兒子身邊 您最近一次見到郭權先生在監獄裡面探視是什麼時候 是12月1號 看他身體情況 精神情況怎麼樣 我每次去看郭權 他也是為了不讓我擔心 每次都是告訴我他身體很好 但是我從他 就是跟他在一起就是 預理提前釋放的那些朋友嘴裡知道 他其實他的身體狀況很不好 他胃經常疼 然後口腔經常潰瘍 但是他每次告訴我們都是 他很好 他什麼都很好 就是這樣 那他有沒有什麼特別希望轉告 託付你轉告外界的話 或者你有沒有收到的 有關他的一些什麼信息告訴你的 其他方面的一些信息 他要轉告外界的 他一直每次我去 他都是告訴我 首先 我不會認罪 他沒有錯 他會繼續為了中國的民主進程 會做出他的努力 他每次都是這麼說 那郭權先生他的母親 作家顧香女士 我們知道她是有心臟病 進來他的健康狀況怎麼樣 他的健康狀況也是很不好的 最近我打電話 就包括前天晚上 我打電話 他就很是有氣無力的接了這個電話 就表示他的心臟很不舒服 一點力氣都沒有躺在家裡面 他是什麼時候得知你們離開了中國 他的反應怎麼樣 目前他有沒有受到什麼壓力 是這樣子 我這次出來就沒有跟任何人說 外界也好 家裡人也好 包括我老婆婆 還有我的媽媽也好 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我也是怕他們知道太多會連累到他們 然後我過來之後 他的妹妹就發短信給我 說已經知道了這個事情 後來我跟他溝通的時候 知道美國一個朋友就告訴他這個事情 那現在郭權案在二審 中審裁定之後 到現在在法律上你們又做過哪些努力 情況怎麼樣 二審之後 然後又進行 就由李百光律師提起了最高法院的申訴 現在就是說好像還是在進行當中 在美國的民間機構對華援助協會一直在關注郭權案 並且對他的家人進行了一些幫助 那麼在這個李靖到達美國之後 您和相關的機構做過哪些努力 目前情況怎麼樣 對我們來講 我們是非常歡迎李靖女士和他的兒子郭承藝能夠平安地抵達美國 那麼我們首先呢 是動員在洛杉磯的 我們聯繫的這個教會和我們洛杉磯的負責人 能夠先安頓他們 接待他們 也給他們一段時間的休息 另外呢 我們這一次特別來到美國首都華盛頓 參加這個一系列的這個活動 通報美國國會 那麼我們未來的這幾天呢 還會見一些國會的領袖 以及美國國務院的一些高級的官員 希望他們能夠對郭權案例 向中國政府領導人提出這個嚴重的關注 那麼我們也當然是對這個歐盟和其他的一些國際的場合 會陸續的展開一些行動 最主要的目的 其實還是希望能夠讓國際社會了解 郭權教授呢 作為一個有良心的基督徒 這個維權人士和公共知識分子 對他這種判刑呢 是完全是非法的 應該是立即釋放的 所以這是我們的訊息 我們知道郭權他是南京大學的文學博士 他是一位副教授 是南京師範大學的副教授 那麼我也希望能夠請李菁女士 向我們和我們的觀眾聽眾朋友講一講 你心目中的郭權 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他要追求的到底是什麼 郭權在 我丈夫在我心目當中 其實平時跟他生活在一起 他對物質上的東西 真的是一點都不講究 就是吃的 穿的也好 什麼都不講究 他為追求的就是一種精神上的東西 因為他讀博士 是文學博士後 然後他就是從開始為一些弱勢群體維權開始 然後發現這個我們國家的這個體制的問題 然後他就開始慢慢的就是去想推進我們國家的這個民主進程 然後他建議這個全民福利條件下的這個多黨競選 甚至於建立了這個新民黨 也就是為了推進我們國家的這個民主進程 那自從郭權先生他受到官方注意 後來被拘捕 被起訴 被判刑 那您和您的家人 有沒有受到什麼特別的壓力 其實現在到了這裡 我覺得我已經很釋然 我可以表達一下 我真的壓力是很大的 因為在國內我不能夠發出聲音 我身邊有老母親 有孩子 但是另一方面 我又希望我的丈夫能夠盡快的出來 所以我家的中間真的是 覺得壓力真的很大 然後現在就是說主義引導我到了這裡 我覺得就是讓我能夠在這裡發出聲音 能幫助他呼籲早點出來 那目前有沒有什麼打算計劃 下一步還要做些什麼 您還有方便講的告訴我們 首先第一步 我就是想先呼籲 然後慢慢的先把孩子安頓下來 我看您帶了一個文字的東西 這是什麼 有要講的嗎 這個是他爸爸寫給我兒子一封信 就提到了他爸爸給郭承鄞的一些希望 就是他介紹了 因為原來對我兒子來說沒有告訴他爸爸被判刑了在監獄裡 只是告訴他去國外去教書去了 然後經常給他寫一些童話故事 就是還是給他講一些美好的東西 後來郭承鄞也是慢慢長大了 長大了 他爸爸還是決定把這個事實告訴他 然後就寫這封信 就是告訴當時他是怎麼被抓的 在他選擇他的這份工作 就是他這個民主事業的這個工作和兒子之間 這個是一個非常難的一個單選題 他最後選擇了他的工作 就決定為民主進程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他離開了兒子 他就是告訴我孩子這個事情 然後另外就是 有一段我每次都不敢看的一段 因為我看了就會很傷心 告訴我兒子他其實跟兒子很近 也就在南京 也就是隔了一條長江 也就是他在長江的這邊 兒子在長江的那邊 兩岸 人聽到同一個船的那種笛聲 所以說這一段真的讓我很難受的 然後他希望我 因為我兒子 他名字叫稱義嘛 一姓稱義 他爸爸就是希望他做一個藝人 也不是什麼偉人 富人也好 藝人也足夠了 那麼再下一步 富希秋牧師 您能不能講一講 目前在這個華盛頓 美國首都華盛頓地區此行 你們的一些計畫 方便跟外邊講的 還要做哪些努力 您是有一個什麼樣的期待 對 那我們最整體的目標 當然是希望能夠是 郭全博士這個他的整個的案例呢 能夠為國際社會更多的了解 並且能夠引起這個更 可以說多的關注 所以呢 我們這一個禮拜在華府期間 那麼會會見這個國會參眾兩院的一些領袖 會見國會議員 以及一些非政府組織代表 那麼我們已經就是有兩次的吹風會 在參議院和政院已經舉行了兩次的吹風會 也特別介紹了這個郭全整個的案例 那麼李靖女士呢 也都在場 那麼我們馬上就會 未來幾天呢 也會參加這個美國總統的早餐講話會 那麼同時呢 也去 會去會見這個美國國務院的 這些高級官員 希望能夠讓他們在中國政府高級領導人會談的時候呢 給他這個國權的案例 有足夠的重視 那麼在這個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即將這個訪問美國的時候 那麼我們也會有一系列的這個媒體呼籲的行動 那麼和國會的行動 我想很快就會知道 那您呢 是帶著孩子一起出來的 兒子什麼時候意識到他是到達美國了 他反應怎麼樣 在這一點上 我覺得我的保密工作做的還是很好的 就是一直帶他到了新加坡 從印尼轉到新加坡 要飛往美國的時候 我才告訴他 我說媽媽要帶你去美國了 他才知道 他到這邊反應怎麼樣 喜歡這兒嗎 習慣嗎 小孩子的適應能力還蠻強的 還蠻習慣的 那你們還在這兒會在華盛頓停留幾天 還會停留大概三四天的樣子吧 您看除了我以上問到您的問題 還有沒有您特別想說的話 我還沒有問到的問題 在這裡我也接觸自由亞洲電臺 就是對幫助我 在這裡幫助我的美國教會 還有China Aid 還有國權內好朋友鄭村柱的幫助 也同時就是也希望國際社會能夠關注 就是現在在被關押的 除了我丈夫還有其他的 像高智盛 還有陳希 陳偉這些 還在服刑的一些良心犯 能夠關注他們的命運 然後希望他們早日獲得自由 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只能暫時到這裡 祝願您在華府各項活動都順利 您在美國和孩子生活 學習 工作都順利 謝謝您 謝謝 謝謝 謝謝